大家好,我是心血管许医生 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都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物 以控制血压在目标水平 减少高血压所带来的心、脑、肾、眼等大器官损害 有的高血压患者还很年轻 仅仅只有二三十岁 如果长期的服用降压药物 相当于他们要吃几十年的药 心里会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担心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试药三分毒药物确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确实可防可控的 因此高血压的患者在服药时 一定要去了解自己所服用药物的常见副作用有哪一些 这样就有助于及时的发现药物的副作用 及时的干预 及时的找医生调整药物 以减少或者是避免药物的副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普利类药物的副作用 这一类药物具有新肾的保护作用 主要用于高血压伴有 冠心病 动脉周样硬化 心理衰竭 蛋白尿 糖尿病的患者 普利类药物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干咳 表现为喉咙的干痒 干咳无痰 有时要喝几口水才能缓解 记得有一位患者因为服用普利类的药物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干咳 以为是感冒 吃了很多的感冒药消炎药都没有效果 还拍了X光瓶打了一阵子的消炎针都无济于事 后来这位患者了解到普利类药物可以导致干咳 去找心理科医生看病换了一种降咳药物 然后干咳的情况就逐渐缓解了 普利类降咳药物的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是引起高血甲 主要鉴于肾功能轻度不全的患者 因此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这类降咳药物的时候 要注意定期复查血甲 普利类药物还有一个副作用是血管神经性水肿 如果是发生在猴头就比较严重 还有一定的危险 不过发生率是非常低的 属于罕见的副作用 如果出现这个副作用是必须换药的 第二类是沙坦类的降咳药 这一类的药物它的作用和普利类的降咳药物是相似的 同样也有心脏肾脏的保护作用 适用人群和普利类药物一样 它的副作用是没有普利类药物的干咳 因此吃了普利类的药物出现干咳的患者 可以换成沙坦类的药物 有些患者可能就会问 既然沙坦类的降咳药物 适用人群和普利类的药物是类似的 副作用方面又比普利类的药物少 那我是不是直接就吃沙坦类的药物多好啊 其实普利类的降咳药物引起患者咳嗽的物质 是药物代谢产生的缓急态 而缓急态它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对于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 因此医生建议吃普利类的药物出现轻微咳嗽的 可以观察 过一段时间这个咳嗽会消失 但是如果干咳比较严重 影响到了休息睡眠 那么就建议换成沙坦类降压药物 第三类是地瓶类的降压药物 这类药物的适用人群非常广泛 常用的有销本地瓶 安律地瓶 非落地瓶等等 副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个是心慌 部分患者服用地瓶药物以后会出现心率加快 以销本地瓶是最为明显的 安律地瓶 非落地瓶对于心率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种类型的降压药物 也可以在地瓶类降压药物的基础上 加用减慢心率的药物 β收集组织剂 比如比索洛尔 美托洛尔等等 第二个副作用是脚踝水肿 这时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 也可以与普利类 沙坦类或者是利尿剂降压药物联用 然后减少副种副作用 第三个副作用是头痛 颜面潮红 因为地瓶药物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部分患者吃了以后 会出现头痛 颜面潮红 脸发热的这些副作用 也是以消本地瓶是最为明显的 因此我们可以换成 安律地瓶 非落地瓶等等 或者是替换成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 还有的副作用就是牙龈增生 那么服用地瓶类药物 出现牙龈增生明显的患者 就要考虑换用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 第四类降压药物是利尿剂 那么利尿剂是最经济的一种降压药物 具有利尿消肿的作用 适用于严敏感的人群 肥胖的人群 老年人 单纯收缩器高血压的人群 还有心理衰竭的患者 长期服用利尿剂 比如轻率赛勤 引达帕安 那么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主要是低血甲 表现为乏力等不适 也可能会出现颜面的麻木 副作用的发生率 和剂量是明显相关的 而且轻率赛勤 对于血甲的影响是更为明显的 一般来说 临床上不单用 常常和其他的降压药物联合使用 比如斜沙坦轻率赛勤片 厄北沙坦轻率赛勤片 培多普利 引达帕安片等等 那么主要的目的是 减少利尿剂所带来的 低血甲的副作用 因为沙坦和普利类的降压药物 它是有保甲作用的 二者对于血甲的影响 是可以相互抵消的 那么第二个副作用是升高尿酸 长期服用利尿剂 对尿酸的代谢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导致高尿酸血症 甚至是引发痛风 因此服用利尿剂的患者 要注意定期的复查血尿酸水平 如果是有升高 那么可以选择停用利尿剂 换用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 或者必要是服用降尿酸的药物 那么利尿剂还可以影响到糖脂代谢 小剂量的利尿剂 对于糖脂代谢影响比较小 大剂量使用时 可能出现血糖血脂升高的情况 一般来说都是利尿剂使用的是半剂量 那么还有的副作用就是男性的乳房发育 罗内脂是一个保甲的利尿剂 长期服用罗内脂部分的男性患者 可能会出现男性乳房发育的情况 严重的需要停用此类药物 此外呢 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服用罗内脂也有会引起血脚升高的风险 第五类降压药物是β手提组织剂 那么这一类药物包括有比索洛尔 美托洛尔等等 除了降压作用以外呢 还有节抗 交感神经兴奋 减慢心率 治疗心率失常 治疗心率衰竭 治疗心脚痛 预防猝死等等作用 因此临床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适合于伴有心率增快的 低压升高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 那么常见的副作用有乏力 乏力的这个副作用发生和剂量 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服用这类药物的患者 如果出现明显的疲乏无力 可以先把剂量减慢观察 第二个副作用就是心动过缓 因为这个药物有减慢心率的作用 如果出现严重的心动过缓 我们应该减少剂量或者是停药 第三个副作用就是肢气管痙攣 有消喘的患者是禁用 β受体组织剂的会影响到呼吸功能 那么最后呢 这一类药物还会影响到男性功能 如果是影响比较严重的 需要停用这一类的药物 好 以上呢就是徐医生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五大类降压药物 它的一些副作用和我们所采取的一些对策 那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健康 关注心血管徐医生 咱们下期再会